文雅 刀蘇那些東西 但是這個銅慶大廈呢 我發覺很有趣 這個有印度 巴基斯坦 尼泊爾 現在真是很多一些小歲族的人 巴怡國 巴怡國 南斯拉夫 這些人都不少 但是根本在這裡做的東西 你不可以做人的 其實為什麼 要做一個閃東的人呢 這個就是 我們在天沙咀 在尼敦道隔這個北京道 那後面呢 這四四方的舊的建築物 就叫做重慶大廈 那我相信大家都 平時都彷彿都不經常來重慶大廈 因為現在的地方都基本上 很少本地人來 那大部分都是一些印巴 巴基斯坦 非洲人在這裡 在這裡打騰 或者是一些貝羅塔 在燈門裡面住 那大家要知道 為什麼重慶大廈會有這麼多外籍人士注意 裡面的商戶也都是很少本地人呢 原來呢 盛全呢 以前這裡呢 主要是一些做珍式的本地人 還有一些另外一些經商的 做珠寶的 還有做裁縫的印巴人 會居多 但是後來呢 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一個本地的打金師傅的家族生意 女兒呢 還有一個在這裡做裁縫的印巴裔的男子 談了戀愛 那麼早幾十年 大家都會知道 二族通婚 也不像現在這麼緊要 即是黑糕白糕 譚家華什麼都行 但是以前呢 就很難的事 尤其是華人世紀會裡面 都一向都看過 馬裔看不順眼 那 不害我兩個 男女主角 就愛一可言 但是呢 甚至沒有一個 印巴裔的爸爸都說 哎呀你沒所謂啦 你改信了 你失何教慢事 有得商量 即是已經可以嫁入你了 但是他爸爸就覺得很手指 那個女兒呢 掌承眼珠 要嫁一個阿叉 總之呢 在這裡挑別口晚見面呢 就追著那個 那些尼瑪利 那個男主角呢 就不斷吵 吵到他都沒有人殺人 但是你又吵他又嘴咪咪 我不斷噏 就例了 你不斷噏